這是第一課 零課的課堂簡介 不是你 好,這是第一課 學一下什麼是音響侍奉 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那...會... 這個歐拉不說 好,首先就一起去想一下 音響控制對教會有什麼重要性 首先你想想一個教會裡面會有什麼聚會 先回酒會 你平時會在教會裡面有什麼聚會 吃飯了 謝謝 清崇 主日 就是崇拜 崇拜以外還有什麼 報道會 還有沒有 團契也是 還有沒有呢 還有一些營會 音樂會 等等這些 講座也是 剛才說的那一堆呢 這裡都列不完 那就是一個教會裡面有的不同聚會的類型 那如果你細心看的話呢 除了剛才阿信講的吃飯之外呢 其他呢都是需要音響的 吃飯都要音響這麼扯嗎 你 你也是用電話播的 對了,那面對群眾宣講的聚會呢 我們就需要音響了 因為你不會期待 你是對著五個人講的 五個人就不用音響了 那就算我這裡上課都要音響 因為我要錄音 那 所以其實是音響呢 在一間教會的聚會上面 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 是影響到你的訊息是能不能夠傳播開去的 好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的音響控制得好的話呢 那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就是可以提升到會眾的集中力 就是你的訊息是聽得清楚的 你說出來 就是 你接收的內容上是 可以很容易接收到的話呢 那就是一個好的音響了 就是在我們的角色上面 我們就為之做得好 那也都能夠令到講者的訊息更有果效 因為如果你的音響設定得好的話呢 聽得清楚的話呢 那會眾是可以很容易接收到內容的 那還有裡面會有敬拜的部分 會有音樂敬拜的部分 那這些呢 其實都可以幫助推動崇拜的氣氛的 那還有 也都可以 因為我們說了剛才的音響 在教會裡面不同聚會都有它的作用的嘛 那如果你音響是好的話呢 那你可以幫助到那個教會去 去傳福音的 其實你跟傳福音是有關係的 雖然你好像是一個比較 比較後台的位置 那其實你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反過來 如果控制得不好的話呢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那很精彩啊 那首先就是 第一個就是很有畫面的 就是 主令和和唱可能是唱得很好的 但是因為音響控制得不好 那他們喊爆之咪呢 都沒有人聽到他們的唱什麼 那這個就是 不好的音響了 那也都會影響到 講完的心情啦 敬拜隊的心情啦 因為自己都聽不清楚自己的唱什麼 都不知道 那個 那個訊息 那個訊息可不可以傳達開去 就是看不到 那個匯眾的feedback 那 也都會阻礙了福音訊息的傳達啦 那還有有時候會聽到一些太過大的聲音啦 就是太大聲啦 或者有些feedback的聲音啦 就是feedback的聲音啦 或者有些刺耳的聲音啦 也都會令到匯眾討厭 甚至離開的 因為有些匯眾呢 是不能夠接受到太大聲的 那還有 如果不清楚的音響呢 會令到匯眾欠眼睡 就是我如果越講越細聲的話 我如果整堂都這樣說話 你都沒心機聽啦 是不是 你開大聲啦 那 最後就是關於音樂運 音樂運音就阻礙了敬拜的投入 這個明白了 就是剛才那些點 所以你 記住你音響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做得好 你才不會成為整個聚會的一個阻礙 你應該是幫助聚會順利去進行 而不是成為一個阻礙崇拜 發進展的人 還有在一些大型聚會去借場地的時候呢 都會遇到一些問題的 如果你不懂音響的話 或者沒有一個基本概念的話呢 你不懂訂東西啦 就是你有時候需要租外面的人的用具 就是你可能教會沒有喇叭的 那需要問外面的公司去租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基本認識 就是你不知怎樣去描述你需要些什麼的話呢 那是會影響到這個大型聚會的 借設施的部分的 那也都不懂得跟外面的公司合作啦 那還有做出來的效果都會很不專業啦 因為你不懂的 你不懂的話那你在安排上面 可能在音樂上面控制上面 聲音的處理上面你都做得不好 那給別人的感覺就很不專業了 那所以呢 我們教會的需要優秀的音響控制員 所以大家需要來上課啦 那當然上完課不代表你懂啦 你需要實習的啦 所以我們是會安排實習的 就會跟著一些 資深的音響控制員 例如這些啦 這些啦 我是教的 好了 好了 接著在崇拜裡面的角色啦 就是你應該怎樣去定位呢 就是將自己的角色去定位 就是你在一個崇拜裡面是擔當什麼角色呢 那我們看一下啦 那首先就是 你要明白呢 就是音響控制員是一個支援性的組織來的 那他們對音響和器材的知識 應該是能夠協助到事工部門的 那什麼叫支援性的組織呢 就是你是應該幫到他們的手去 將他們想做到的效果 或者幫到他們將他們想傳達的訊息去傳播開去的 那所以就叫做一個支援性的組織 那而音響控制員呢 也是屬於幕後的人員來的 那什麼時候會被會中發現到你是一個幕後的人員呢 就是當現場的崇拜音響有問題的時候呢 你就會由幕後變成幕前的了 那我們的目標呢 是做一個安分手機做一個幕後的人員 而不是幕前的人員 那所以呢 其實一般情況下呢 你應該是做到沒有人知道你存在的 你就是一個成功的音響了 你將自己完全隱藏了 那因為這樣就表示了你是沒有問題了 就是你的音響控制是完美的 是的 容為一體 那我們要做好本分啦 那有時候呢 你會覺得很孤單 因為你一個人坐在音響房那裡 很悶的 一個人 那但是你記住呢 我們不是為了得什麼的獎賞 或者得到其他人的稱讚 那你記住你是在服侍著神 就是有神去 什麼 是的 神那裡有獎賞 那但是在 就是可能未必有人知道要讚你 那 那不過不用介要的 如果沒有人有 有有有 有意見的話 那就是應該是控制得幾好 你反過來這樣 是控制得幾好 好 還有在崇拜的時候 或者敬拜的時候 或者敬拜的時候 練歌的時候 那你要做些什麼呢 那你不是set up 完就算 你不是駁好線 然後全部有聲就算 那你其實是需要 去全力支援敬拜隊的 那因為有時候 有些很特別的要求 例如 突然間彈結他一個 他說聽不清楚 那你就要幫他 幫他靜一靜 看看哪裏出問題 或者看一下演出者 有些什麼要求 有些什麼可以幫到他的手 那你都盡量去幫他們 那當然跟音響有關那些東西 你就自己衡量 看看你自己有沒有時間 就是 不是 一樣東西都關你的事 就是你自己取捨 這個 那還有崇拜的時候 多一些留意會眾的反應 了解會眾的需要 就是你看一下會眾 會不會 有些人覺得好像 擺出一個很大聲的姿態給你看 我不知道怎麼描述 對 好像有人掩著耳朵 你看看會不會太大聲 就是 你留意多些會眾的反應是怎樣 也都留意台上的人是怎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音響事奉 在一個崇拜裡面的角色 那然後有些守則 就是一個好的音響員 那他會有什麼條件呢 那其實這些都很基本的 那不只音響事奉的 其實其他事奉你都需要有這些特質的 那不過我也講一講 那首先你要帶著愛心 雖然你很多時候對著一些機器 一些死物 那但是你都需要跟其他人溝通 那就是你設置 你都是為了其他的人去到能夠 可以使用到這些器材 去將他們的訊息傳開去 那所以你要帶著一份愛心 這個盡量 盡力的去協助他們 令到聚會能夠順利的進行 這個我相信很容易明白的 當然做就難的 不過繼續努力吧大家 忍耐 第二件事要忍耐 那為什麼要忍耐呢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有 很容易就有灰心或者 不如意的感覺會出來 很容易的這個 例如你事前的準備 例如你主日崇拜的話 你是八點半回來 那永遠八點半回來 都是未齊人的 這個畫面 那也有聚會之後的收拾 那你完了之後你要收拾東西 那收拾東西你可能又覺得很孤單 其他人在這裡 其他會還在台下吹水的時候 那你要在台上面 做好自己的本分先 收拾好這些東西先 因為你的事奉是未完成的 當你沒收拾完東西 你也是未完成你的事奉的 你需要有一個忍耐的心 一個去堅守你的崗位 那所以其實音響呢 是最早到 和最遲走的 通常都是 那這個事實來的 講對給大家知道 警告 那如果有這個不如意的感覺 或者沉悔的感覺 就求神幫助你 拿走這個負面的情緒 因為事奉應該是開心的 應該是得力的 好 接著 合作 那合作可能是音響和音響員之間的合作 或者音響員和敬敗隊之間的合作 兩項都要合作的 那這樣就不要爭論誰偉大 那因為都沒什麼意思了 你做得最大的就怎麼辦 現在就教班了 講笑講笑 那 那 對沒有爭 我很自然的成為 我不要講這些題外話 有機會再講這些 那還有你需要和教會 各個事工部門去合作 或者參與溝通的 例如我音響組呢 是需要和崇拜部去夾 有些事情要一起談 或者可能和報道部又有些事情要談 當他們開報道會的時候 雖然我們支援的時候 那你要和他們去溝通 那是雙向的 也都要給一個足夠的時間去準備 無論是他敬拜隊給我們的準備 或者我們給敬拜隊的一些要求 都要有一個充足的時間 或者財政預算啊 器材啊 訂物資啊 人手啊 等等這些你都盡早說 那是要有一個好的合作 那要有責任心啊 責任心這個 這個我想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你就算上班那些 都要有責任心 這個不詳細說了 好 跟著有一個專業的態度 因為你記住呢 我們在侍奉的呢 是神 是耶和華 而我們教會的信息呢 是救人靈魂的一個永恆信息來的 雖然我們沒有受過正式專業的訓練 那所謂正式專業是 可能人家上 人家在我當 例如演藝學院那裏上幾年的那些課程 那我們一定沒有去到他們那個level 我們沒有去到這麼專業 那但是我們都要有一個 基本的知識你要有 就好像大家現在上課 那就會有一個基本的知識 那也都帶著一個專業認真的心去侍奉 就不要得過扯歌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教會呢 不是我們 有很多教會呢 都是指求有聲 但是不管質素 不管音樂上的平衡 那這些地方是需要改善 最後就是要專心 不要分心 在侍奉的時候 因為剛才都說過 可能會很悶的 有時候很孤單一個人 但是你要專心 不適宜身兼多職 就是如果你音響的時候 同時擔任投影 同時擔任樂手 同時擔任和唱呢 都是會影響了侍奉的質素的 那些時間是整個崇拜 基本上如果你一旦走開 你其實就要找人頂一頂你 這樣 今天就抄襲了 今天我就出了事 今天我音響的 然後呢 在牧師上台報告的時候 我下了地牢 還回錄音機 然後他上台 我忘記了 我關了他的咪 然後他就不停說話 都沒有聲音 然後跑回去 然後JACO幫了 這位大兄很合作 很愛心 大家不要學我這樣 因為我經常都做這些 不好的榜樣 不要學這些 學好的東西就好了 多謝你幫我鬥 很有愛心 好 接著呢 你是需要用對你不同的觸覺 有耳 有眼 有手 要有嗅覺 那我逐樣講一下為什麼要 耳仔 你明白嗎 如果你聽不清楚 你走去做音響 那就很濕 這個我相信大家明白 不用長談了 接著眼和手 那就要眼明手快 將耳仔聽到的情況呢 立刻去作出適當的調教 那務求呢 就在最短的時間解決了問題 例如 有時候 例如今早這樣 今早敬拜的時候呢 我們的主席呢 他會在唱歌的時候 突然講話的 他會突然祈禱的 那你就要看著那個情況 就是作為音響 你就一直看著那個情況 他一講話就立刻推大 他 教大他的聲音 要不然就聽不清楚了 那所以你是要有 就是你要用眼去看著那個情況 你要用手去控制 那盡快去解決這個問題 那接著臭角 為什麼要用臭角呢 就是 呃 沒試過用是好事來的 是好事來的 那因為呢 爆炸 爆炸 我想不用臭角了 你看到的了 臭角就是當有器材失靈的時候 會有落味 那你如果聞到 那盡快解決了它 不常 我也沒試過 不是好像是 我猜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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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像是試過 這個 那盡快解決了 都... 不是 有落味 是 是 是 初頭發現到 就是有少少美的時候 你馬上關掉它 看看是否是搏錯線 那些 哈哈 嘩 這個很離譜 是 那所以你有一個 靈敏的臭角 你一聞到 有問題了 那立刻找 在哪裏出了問題 羅味 羅味 燒 燒焦 燒焦 燒什麼都有 什麼都燒得 燒焦味 離譜了一點 好 那 聚會時的警覺性 其實剛才都說過很多 不斷監察著 音響系統的 情況 第二 就是一個 幫助你做 能夠控制到更好的音響 那就是 如果你能夠對領司的風格 或者說是 或者音樂的風格 會容易點明白 音樂上的風格 是怎樣 如果你是清楚的 也都對演繹上面有充分的了解 例如 敬敗女可能有首歌 是想結他出一些的 那結他手 他自己做回自己的本分 就是 改一改他彈的 pattern 那但是音響上的角色呢 你可以幫他推大一些 就是令到他突出一些 那就可以幫助到敬敗女去 去 營造到那個 敬敗裡面應有的氣氛了 那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 在敬敗女會經常說 敬敗隊和音響員是 在同一個團隊裡面呢 因為我們是會 一起這樣去 互相配搭的 那 就不是獨立這樣去做的 那 最後就是 必須輪班 就不要一個做死一個月 一個音響員做完四個星期 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不過這個大家不需要擔心的 因為都是我騙的 是的 我不會編大家一個月四次 這個呢 音響對功裡面組成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很完美的圖畫來的 如果我們有足夠人手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就是說 音響團隊的分工是怎樣 那一個 好的團隊呢 應該有這幾個部分 有個舞台助理 那這個呢 就負責在台上管理一些咪線 那些咪stand 那些樂器 或者那些抱架等等 這些都會有個舞台助理去負責 那所以它就不是控制的部分 它是 跟那些線有關的東西 它就會去搞的了 跟著有個叫助理音響控制員 我先說了音響控制員 音響控制員 主要它負責是音響控制 就是控制那個Mixer 控制音量 或者控制那些喇叭 怎樣出聲等等 這些 還有系統設計都是由它負責的 那這個就是音響控制員 而助理音響控制員呢 就是音響控制員的助理 顧名思義 就是幫助音響控制員去做到一個好的效果 那就是怎樣呢 那你要保持 跟音響控制員保持一個好的通訊 也都隨時準備去支援敬拜隊和協助錄音 那在音響控制員有事要走開的時候 你就立即頂上 那這個就是助理音響員的角色 那另外會有些人去負責運送器材 那這個就只適用於戶外敬拜 因為如果在看大堂的話 就沒有東西需要運送的應該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完美的圖畫 那但是呢 實際上呢 很多時候都是為自己做的 那 辛苦了大家 辛苦了 好 接著加入音響侍奉團隊的要求 那剛才說了 這個list收回來的 那你懂音樂 或者喜歡音樂呢 就會幫助到你的音響控制 但是這個不是requirement 不是必須的 那又就好 沒有都可以靠努力去補償的 不怕機器 因為我們就是對著機器 如果你很怕它 那很難搞 勇於學習 力求進步 有責任感 有對公精神 肯捱苦 堅持 主動和敬拜隊溝通 願意謙卑順服 好了 那這個很簡單明白 那 我將這些項目 summarize一下 那 加入我們的團隊有什麼要求呢 那第一個要求 大家已經 在邁向著了 就是要完成 培訓課程 是要完成 不是上了一堂的 當然是 要上了這麼多課 因為每一堂都教很多東西 每一堂都成兩個宗教 很多的內容 那 跟著 第二樣東西呢 我會幫大家去想 就是 當你正式編排進去論席表之前 那你先了解一下自己 是不是真的適合呢 那這個 跟我談 或者跟阿信談 或者跟阿信談 都是可以的 就是了解清楚 究竟實際上是做什麼 可能你上完之後 都沒有一個很清晰的概念 那之後會有實習的時間 那實習的時候 你都可以再體驗多些 音響事奉究竟是什麼 對 那 那 然後 要了解清楚 當值的時間 那 例如主日崇拜的話 通常就是八點半回來 setup 那 在九點鐘左右 就完成了 所有的setup 敬拜隊可以開始練歌 然後十點開始崇拜 然後 完成了崇拜 你就收拾東西 那 通常主日崇拜的音響 當值就是這樣 好 然後 如果你是編了輪值表的 或者你編了你實習的 那你就準時回來 記得要準時 你不要十點鐘 才回來 十點鐘回來就不用set了 已經開始著了 那 還有當其他侍奉人員有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都盡力去幫他們 就是互相捕位 有時候 有時候可能我突然有事 沒有空來的 那 就馬上捕位 這些 好 這個就是第一課的內容了 有沒有問題 有 在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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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